是什么让已经是军区司令的徐室友 被区区一位部队班长训斥得面红耳赤呢 1958年8月 毛主席在北戴河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期间提到 军长师长至少要当一个月的兵 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 要服从班长排长的指挥 一年你管人家11个月 人家管你一个月还不行吗 9月下旬 总政治部发起号召 全军上下掀起了一股手掌下连队的热潮 此时已经52岁的徐室友听说后 立马表明态度 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当兵 家人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徐室友却说 我的身体结实着呢 当兵有什么苦的呢 10月下旬中下旬 徐室友便被分配到了 驻扎海防前线的179师六连 部队为了迎接徐室友的到来 还专门将他的宿舍安排到了连部 徐室友则立正向连长敬礼 连长 你们士兵都住在连部 我现在是一名新兵 要一切按照新兵的规矩来 可就是这样一位如此讲规矩的新兵 为何会被班长批评呢 徐室友都做了什么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958年各部队首长 想以毛主席号召下连队当兵 然而徐室友到底做了什么 让班长对他公开批评呢 徐室友刚到部队 就受到了战士们的热烈欢迎 不少人尊重地称呼他为首长 徐室友则大手一摆 别叫我首长 怪生疏的 叫我老许吧 战士们一开始可不敢叫 但经过了几天的相处下来 大家越来越喜欢这位新兵 纷纷叫起了老许 甚至还有一些大胆的 直接喊起了老许头 在此期间 徐室友始终与战士们同吃同住 同训练 然而在一次攀岩训练中 徐室友却心仰难耐 直接抓起绳子往上爬 这一幕可把大家吓够呛 徐室友好歹也是年过五旬的人了 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那还得了 特别是在看到徐室友踩空后 更是紧张不已 好在最后有惊无险 在大晚的班会中 班长就严厉地批评了 徐室友的行为 而徐室友也自知理亏 羞愧地低下了头 那么徐室友在下连队时 还发生了哪些趣事呢 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我们接着往下看 你能想象大将军当普通士兵 会发生什么趣事吗 连队考虑到徐室友的身份和年龄 一开始在伙食安排上 常常会给他开小灶 由于伙食比较单一 连队有些时候 还需要向别的连队借猪肉 徐室友听说这件事情后 觉得心中有愧 于是便拒绝了吹石般的小灶 和战士们同吃一盆菜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如何让战士们吃到肉 也成了徐室友的一块心病 一天 他路过芦苇地时 偶然发现了一群野鸭子 于是记上心头 还专门给秘书打电话 让他给自己送猎枪 徐室友趁着休息日 独自一人跑到芦苇地 啪啪啪七枪 打死了七只野鸭子 在回去的路上 徐室友碰到了班长 兴奋地说 我们的伙食可以改善了 但班长却说 老许啊 鸭子虽然好吃 但普通士兵是不能打猎的吧 这让许室友的老点一红 此时他也意识到了 自己违反纪律 于是在玩点年的时候 专门在全联面前 主动检讨了错误 请求得到大家的谅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